你们看吗 大家一起来读 活得更美好 活得更美好 你好不好 好 好吼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的上帝 他就是要我们活得更美好 你要记住 我问你遇到什么困难 你要知道 我们的上帝 就是要把我们 带到一个美好的地方 美好的地方 让我们不断的经历 他的慈爱 经历他的帮助 就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不要想说 哎呀 这是暴力 这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们相信 我们活在这世上 上帝要是要赐给我们 让我们幸福 让我们活得更美好 所以今天我们活着 是充满着积极 充满着能力 出门着盼望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就相信 依靠上帝 上帝会为我们开路 阿们 好我们来看 请打开圣经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会开吗 一开就是了第一章 然后怎样开 第一章 翻译一点就是了 撞世纪第一章十六节 所以圣经说什么呢 神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洋的鱼地上 还有空中的鸟地上的森树 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神 创造人 OK 然后他一定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管理 管理在这个社会 是什么地位 manager是不是 经理人 管理嘛 是不是 上帝 上帝不是给人有生命而已 他是让人 有能力去管理 所以 学到时候 我们只是求祝福 上帝啊 你祝福我 上帝你祝福我 但是我们没有管理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这个祝福就怎样 扭去了 扭逝了 上帝可能给你 钱 给你很好的事业 但是你 没有努力去增加 没有好好去做 就没有去了 上帝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但是你没有保守他 哎呀 就 身体就生病了 所以祝福 上帝是愿意给我们的 不过我们要去管理 所以你的孩子 你的孙子 都是 没有意思 经历了 是有能力去管理的 他们都是领袖 只是看他们在哪一方面 有些人在学校 有些人在职场 工作方面 有些人在家庭 有些人在教会 总之上帝 就是给我们有能力去管理 祂会赐我们智慧和能力 然后接着我们看 创世纪二章十八节 耶和华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 男人 亚当 世界上的第一个男人 叫亚当 女人 OK 上帝说 那个亚当 一个人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女人 来 帮助他 你看神 很强调说 帮助人 祂给我们有能力去管理 祂同时 也兴起帮助 所以女人 是要帮助男人 哎呀 替他别松 是不是 那其实呢 为什么男人需要女人的帮助 因为男人不够强 是不是 可以这样子说 平衡一点 男人有许多时候 就是有不足的地方 需要 女孩子 比较细心 去看路 去 去 补助 男人的不足 所以是 是一个互动来的 不是说男人大 女人大 不是 所以上帝的心 就是要我们得到帮助 最近要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不是孤单的 我们有上帝的安排 上帝会把父母 会吃给我们父母 会吃给我们妻子 会吃给我们孩子 这些就是上帝要放在我们身边 帮助我们 可以 接下来我们来看 圣经说什么 四章九节 传到十四章 第九到十节 所以整个两个人 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 劳碌同德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生跌倒 没有人扶起 没有人扶起他 这人就扭迫了 所以上帝很看重 上帝要我们过这个团体的生活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 为什么要来教会 就是有一个团体的生活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弟兄姐妹为你祷告 帮助你 你的孩子可能你不懂得 怎样教你的孩子 可以带来青少年 可以带去主助学 让其他的主持学老师 青少年牧师 去栽兑他们 鼓励他们 所以会比较好 所以上帝要我们得到帮助 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合一 所以教会最主要就是同心合一 过一个同团体的生活 为什么要开个小组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 小组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小组在圣经的记载 就是要彼此的服侍 彼此的鼓励 这个人跌倒了 我们为他祷告 扶他一起走 跟他一起哭 一起笑 一起祷告 一起经历上帝的同在 所以神要我们得到帮助 好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神要我们得到帮助 神要我们得到帮助 他不但要我们得到帮助 他甚至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但是我们常常得到帮助 你知道吗 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神只是帮助我们而已 不是啊 他要我们随时的得到帮助 那么他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经历 告诉我们什么呢 诗篇46篇第一节 神是我们的悲难所 大家一起读啊 神是我们的悲难所 神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是我们的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你看到啊 替神姐妹 患难 在患难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神要随时的帮助我们 所以你不要怕 那种姐妹 你不要怕 所以呢 在悲难中 我们才能够 其实我们在悲难中 我们才能够知道 谁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 呃 彼得 彼得牧师 他跟我传福音 以后 他跟我讲 如果你觉得 外面的神 哪里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宗教 能够帮助你去 你想 你想要找方法的话 你去 去到没有人 那有八年你回来 回来唱皮书就对了 哦 所以 在患难中 我们才知道 谁才是我们真正的帮助 所以患难中 并不是不好的 患难中 再次使到你 提醒 提醒你 谁是才 谁才是你真正的依靠 谁才是真正的帮助你 那呃 这个见证哦 可能呃 故事之前有讲过 就是有个小孩子哦 他患上了一个呃 严重的病 他病在这个地步 不能吃起来的东西 只能 只能喝 单单吃奶 而且这个奶呢 必须是医院去订做的 才有 ok 那么 这个花费啊 一个月差不多五千块 五千块 哇 一个孩子喝 喝什么奶 那五千块 然后 没有办法 直到有一天真的是吃到最后一包的时候 医院就打电话给这个太太说 没有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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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钱哦 也吃不蛋奶 这样子做 所以就很担心 哦 所以这个case呢 我们的牧师一直都有follow up 哦 去见他 然后他问牧师 牧师怎么办 谁能够帮我 然后牧师就跟他说 上帝能够给你答案 我不能给你答案 然后弟兄姐妹 然后牧师就为他们祷告 为他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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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真的是 当这个小孩子吃到最后一包的牛奶 这个奶的时候 他突然间 跑了 有胃口吃别的东西 所以他就得到医治了 所以从这个困难里面 他看到原来我们的神啊 才是我们困难中随时的依靠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们神是我们困难中随时的依靠 随时的帮助 祂并会撇下你的 所以敢敢来求祂 求祂帮助你 所以这个解决是吸引耶稣 接受耶稣 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神是我们困难中随时的 神是我们困难中随时的 依靠 好没 祂是我们随时的 依靠 那全是你的依靠 不是 不是啦 给我给我 卡丽雅 神 钱不是你的依靠 可以给我 最后还不是 最后还不是 对 有靠不过他那样子啦 最后不是真的是 所以钱 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可以这样说吧 好你不能说 钱有价值 是我们的帮助 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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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靠 我们来看圣经 46天 遇到三级 神是我们的避难者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困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星 我们也要不要害怕 告诉你旁边人 不要害怕 对我们的神 告诉我们 遇到困难 不要害怕 他是你的避难手 以前我还不喜欢这个经文 避难手 oh no 神啊 你把这个避难拿走了 不要避难 啊 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是带着消极的眼光 看我不要避难神 不要避难 避难 避难的情况是怎么样 很紧急的是不是 很遏责的是不是 哇 帮你三根就要拿 拿拿 拿衣服啊 拿拿钱啊 要跑路哦 很遏责 避难是很很遏责 很紧急的 ok 所以圣经的时候我们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很遏责 很遏责的时候 上帝也怎么样 帮助我 这是真实的 我有个弟兄 他 他天生 他的体质不是很 他读书 信修力 比别人差很多 所以他很辛苦了 他努力读书 又生命 不读书 又 又登不上 所以他很辛苦 所以小小呢 哇 他就很 就很努力 他也是努力 他很努力 他也是基督徒 那么到了他 中学出来 他也去外面 去读一些 course 然后他甚至找了很多工 找了很多工作 但是由于他的健康的问题 所以没有什么人要请他 不过 他靠着祷告 他 换你你们请坐 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 辛辛苦苦的找一个有勤途的工作 这个工作呢 就是在一个大酒店 他的工作是怎么很容易 不管也是很难 他的工作是 他在这个酒店里面 在这个Hotel里面 非常确实 这个Hotel的这个店员 全部都是走得很顺畅 如果没有电话就找到了 酒店不可以没有电 我给这样多钱来住你的酒店 你的酒店没有电 哇就惨了 所以 这个弟兄不想发生的事情 就发生了 真的是有一天没有天赶 到customer complete 吵吵吵吵 老板泡的 去健康 就跟他说 如果等下你在做不好的工作呢 哇整个心碎去 我是基督徒 我是有耶稣 为什么我遇到这个困难 为什么要没有电 哎呀 我 我这样难得才找那个工作 现在没有电 老板给我摸你 要赶我出去啊 没有settle 怎么办 祷告 他是旁边人 祷告 祷告 他那个想 哎呀就很担心 不难啦 不难做什么 祷告 快祷告 就奇迹发生 不 怎么样 有电了 原来我们上帝也会心里电的 哈哈哈 快走我们上帝了 有电了 心就松下来 所以看到 当你正在紧急的状况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的时候 你记得 祷告 上帝是你的避难所 我学到人遇到问题 他到处去找帮助 去这里避难所 以前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啊 家里有问题 我的妈妈都带我去阿里道那边 去 这里拜 去那里拜 拜然后还有去那泰国 啊 ok 我的爸爸也是 去到香蕾锤为修 这样远 ok 所以我们神要我们随时得到帮助的 所以当我信了耶稣我猜 我没有人当我们闭上联名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听到了 他就随时的帮助你 这是这样简单 所以我常常做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我们的神是住在中国的万一长城 oh no 我没有钱 怎样去把机票去到中国的万一长城 要踏上去了 你可以 才能够找到我的神帮助 我就惨了 一切我不明白 我的家是神庙 我是第一个信耶稣 今天成了牧师 原来上帝常常要听我们的祷告 随时的帮助我们 所以你看 我们基督徒要学会一个 学会一个原则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真的是要来到祷告 有些基督徒他们信的主 但是他们没有依靠神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不会游泳的 游水的游泳的小孩子 掉进那个海里面 然后 救我救我 不会游水的人 掉进水的时候 是挣扎的时候 喊救命 然后要抓这个 要抓那个 连跳下去救他的人都是 是不是 所以当一个人 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没有来到上面的面前 他就像这个不会游泳那样 不会游泳的人那样 掉进水里面 在那边挣扎 他要抓这个 抓那个 抓这个 抓那个 人就是这样子 要抓一些钱 要抓一些名利 地位 才有安全感 但是上帝告诉我们 什么呢 你看 这里有三个事 第一个事是什么 神是我们的病难事 第二个事是什么呢 神是我们的理念 第三 神是我们在困难中的 随时的帮助 最主要是神是什么 不是我有什么 我能什么 虽然我没有力量 但是最重要是 神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力量 所以就不用怕了 上帝会有预备 上帝会有力量 神是我们的病难所 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寻求不到帮助的时候 神是我们的避难者 他已经为我们避免了 阿们 当我们 什么 没有帮助的时候 神告诉我们的时候 他会随时的帮助我们 可能你最亲的人 都不能够随时的帮助你 他不赢 很少力 他不赢 有少力 我数也会不赢 你知道吗 你不要永远我数随时 一打电话就可以 飞到你那边 很不赢的 但是上帝很赢 上帝有空 他说随时他可以帮助你 所以我们 不要怕 他说你旁边的人不要怕 不要怕 不要怕 那我们再来看 不要怕 在犯战中我们不但不要怕 甚至上帝跟我们说 西班来说四章十六节 讲到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唯要得连续 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不但不要怕 反而 坦然无惧 什么叫坦然无惧 放胆 鼓起勇气 充满信心 来到上帝的宝座前 他要随时的帮助你 所以患难 不是叫你更加稳弱 更加惧怕 而是叫你更要坦然无惧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要随时的施恩给你 帮助你 所以我们的神呢 是患难中随时的施恩者 随时给你恩惠 随时给你慈爱 随时的怜悯你 所以我们不要怕这种姐妹 这个恩惠 这个连续 是上帝给我们的 我们不配得 我们是不配得到上帝的祝福 不过上帝就是要 开恩给我们 所以有些 有些基督徒他们 跌倒了 遇到问题 他们不敢站起来 不敢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们觉得 哎呀我是坏人 上帝不会再祝福我的啦 我答应上帝很多次 但是我都没有做到 然后我常常又来运神 我又常常去做事情 做错事情 哎呀神不爱我 常常常 哎呀 我真的是有遇到 这样的弟兄 他连圣经都不敢看 我是坏人 我很坏 圣经都不会开 有这样 所以这是魔鬼的声音 弟兄姐妹 你不要去听 圣经告诉我们 你要坏人不去 鼓起你的勇气 要到上帝的面前得到怜悯 上帝就是要再次的原谅你 就是要再次的帮助你 让你站一起来 所以上帝要联系我们 告诉你朋友们上帝要联系我们 上帝要联系我们 上帝要联系我们 我的孩子杀了 求你赦免他 连续他 怜悯他 然后这个法官就说 不可以 为你的孩子杀了 他不配得到这个怜悯 然后这个做太太的 就说 就是因为我的孩子杀了 就是因为他不配 所以我才要求你的原谅 求你的赦免 是不是 如果我孩子配的原谅 那是叫功劳了 是不是 今天你做一样东西 然后上帝祝福你 这是一个功劳而已 这是一个功劳 上帝知道我们是罪人 知道我们不配 他就是要 再次的开恩给我们 当我们领受神的恩惠 或神说什么呢 他要帮助我们 那这里做随时的帮助 他的原文有一个意思 就是叫做 枕坐起来 大家说枕坐起来 枕坐起来 那神给我们经历他的恩惠 让我们再次枕坐起来 你知道 你知道这个 很多那些气概 你就很有爱心 你就给他两块 你给他两块 他还是肌肝 没有开币 是不是 你给他五块 他也是肌肝 但是我们的神 他不是这样子对我们 他让我们得到帮助过 他要我们怎样 有能力起来 振坐起来 有信心起来 积极起来 所以我们必须 来到上帝里面 得宝座起 得到他的恩惠 随时来到他们面前 祷告 求上帝怜悯 求上帝赦免 当你接上帝的恩惠的时候 你这整个人 生命就改变起来了 你就充满平安 在此能够积极的 哇 过明天 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非常重要 上帝愿意祝福我们 但是来到 来到宝座 来到圣灵的功 上帝愿意给你恩惠慈爱 但是来到呢 是你的工作 所以你不要说上帝不舒服你 是你有没有来到 有些人 他已经来到了 他看着神 神看着他 他又在看着神 神就看着他 看着他去 然后他就走了 他就说 他就说 这个人 他是什么问题 他来看人 是走的 OK 来到上帝的面前 地上前面要做些什么 警告他 警告 哦 不要看 起路 哦 这里的警告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是大声的呼喊 呼起路 宣告 神啊 帮助我 神啊 为我开路 哦 而且要怎么样 诚心的求告 什么是诚心的求告 是持续不断的 每一天 定时的求告 神就怎么样 耶路华便与他们相近 亲近他 亲近你们 所以你来到上帝的面前 求告他就 亲近你 圣经 你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来看 再看一个经文 我们看 第八节 你们众明当实实依靠他 在他面前 亲心 吐欲 吐欲 神是我们的 遇难神 实实的依靠他 亲心 把你的心 倒出来 把你伸出最需要的 倒出来 让上帝看你 上帝要 帮助你 你看 这个经文 是谁写的 这是大卫王写的 我们一起来读 十篇一十二篇 一七道 第八节 一起来读一热三 我们的真正记录 我们的荣耀 我们的遇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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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众明当实实依靠他 在他面前 请请努力 神是我们的遇难所 所以神是我们的遇难所 不过你们读得很客气 你知道大卫 写这首诗的时候 你知道他多激动吗 我的拯救 我的荣耀都在乎神 我那样的盘子 我的遇难所都在乎神 你们终于当实实依靠他 在他的面前 清晰突厌 神是我们的遇难所 从心里面发出来了 连个面的人都会骂 你祷告做么更大声 不过这是恶乎上帝的心意的 真的是恶乎上帝的心意 当你真正开口祷告的时候 宣告的时候 上帝与你同在亲近你 听你的祷告 昨天很善好 我跟我的亲少女 在这里祷告敬拜 其中有个弟兄他发烧 有人躲在旁边 做么你躲在后面 我生病了 发烧 说敬拜神啊 还归在那里 敬拜敬拜 你叮痕的手 他的烧父母飞进去 完全得到一次 二十 二十 上帝要我们开口的 不是金金 上帝要是猜眼 我不用讲的 我看你看你看你 我一个人 要祷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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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个经文 这个经文 我很喜欢重复它 这是一个得胜基督徒 或者是领受大大祝福的一个本道 每一天 我恨不得每一次 每一次讲道都讲过经文 再次提醒你们 这个经文四篇八十一篇 第十节 是上帝跟以色列人说 以色列人 我是预夸你的神 我已经把 神把你们从 埃及里面救出来了 你们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 大大的充满 这个充满 是满到一个地步啊 都给我倒网了 真的啊 今天为什么我会成为牧师 这是我这个经历 有一次牧师在讲台讲道 他说谁要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上帝 哇 就走出来 牧师就为了祷告 圣灵就充满我 哇 倒在地上 在那边哭 在那边喊 啊 旁边的以为我笑了 啊 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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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到这样子哦 哇 喊到这样子哦 哇 不是我要喊到这样子 上帝的爱 大大的充满我 我充满到我们 一个地步 爬起来 跪在地上说 够了 你经历过上帝的充满吗 他充满到我们的地步 你说够了 够了 哇 哇 没打喊到 全身拔的样子 三鸡三鸣 三鸣 三鸣 充满到你 够了 真的 上帝要充满你 充满你 够了 主啊 很感恩 所以我很真实的 经历这位神 我所认识的神 不只是写在圣经里面 他真的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既然这个神这样真的 我怕什么 侍奉他 是不是 出的要塞浪 是不是 塞浪 侍奉他 不用怕 怕什么 是不是 我常常讲一个见证 我还没有 进入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还没有去读牧师的时候 家里真的是 在经济上有困难 我就打告上帝 我要来侍奉你 你帮助我的家 哦 我的妈妈 她在 这个超级市场卖这个衣服的 她的生命一下来排第28名 跌位跌几秒 自从我祷告 她变成 跌跌几秒 跌几秒 不好意思我们上帝好 连续3-4的就是这样子 哦 我的妈妈真的是 上帝祝福到她 祝福到她一个地方 她说够了 太多工作了 生意好也是很忙 所以她要换工作 太辛苦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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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就整个看电视 等下生病 所以她要换工作 她换去别间工作的时候 那个经理吓到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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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店开这样多年 哦 每一个月只是三十千 你进来而已啊 就八千了 这乖 哇 哇 所以做生意这个东西 是凭分来的哦 是上帝的祝福啊 我的妈妈进来就是这样子 这样做 她的生 她的老板得到上帝的祝福 你吓到 你吓到 就跟说 这个福分来的 圣经的这个福分 所以我们要大大的张口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圣经的例子 啊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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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所以有虾子 给马可福律十章 四十七到四十八节 虾子听见 拿撒拉人 啊 等耶稣 就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吧 旁边的人说 不许做生 还进 然后 她这个虾子 就越发大声说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 哇 喊到这个地步哦 所以耶稣她就听见了 她就走过来说 你要我 为你做什么 虾子就说什么呢 主啊 我要看见 是不是 当你们 大声呼求主的时候 他要问你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个做大的 是不是 要先做众人的仆人 服侍人 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但是当你呼求他的时候 他好像一个 仆人来到你的面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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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虾子 真是很大胆 他起了一个神迹 主要我又看见 故 上帝成就 这个虾也看见 成为耶稣的门徒 跟随他 所以弟兄姐妹 你呼气 你呼气的神 神真是 没有跑 不招呼的 不向你 你敢求他就敢给的 你最后 你来到那边前 你不要求 哎呀神回来一边看到就可以了 这是你的事情 OK 你求一般 然后求是敢敢的求 这是真理 这是原则 敢敢求我们 神是大的神 是行神迹的神来的 下眼都别看见 所以我们大大的张口 向神祷告 你知道小鸟 小鸟 每天早上他就去捉虫 抓着穷他回来的 做完之后 喂他孩子了是不是 他还没有喂他孩子之前 他就一看 哪一个嘴开最大的 他就给他吃 first 吃吃吃吃 吃完了 OK 剩下的没有了 这样子 所以他多么多有这个 智慧 哇 他孩子开 所以这个 这个小鸟 他嘴开越大 他就吃越多 他越快长大了 所以多么多也是本能 你知道吗 更有法 我们来到上天目前 我们要大大的张口 可恶 你的心上神开多大 上帝就 赐福你 大大的充满你 所以基督徒 记得 我们要常常来到上帝的 私人导座起 领受他的恩贵 他的祝福 那么我们就能够 挣坐起来 有能力起来 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 阿们 所以一个人 当他经历上帝的恩贵 他会整个人改变的 哦 以前我是很内向 你刚说我 讲话讲一半 你听过人讲话讲一半 他跟你讲话讲一半 然后你听不清楚 你问他 啊 没有了 是这样子的 不讲 放弃 讲到讲到一半放弃的 特别是在台上 讲到一半 很自卑 但是当一个人经历上帝的恩贵 他整个里面 翻转过来的 有一个 有一个弟兄 先从他太太讲去嘛 这个太太呢 就常常生病 常常生病 然后 就不知道什么事情了 就去医院 去接 原来他的 免疫力 他的 人生病出了问题 所以他常常 会 啊 神病 他抵抗力很弱 所以就 啊 有基督图根的传福音 带他去教会 去了教会 过后 他先生 也是我 常常生病 奇怪 然后他的 先生 也 也 也 去医院 讲 原来也是 免疫力出的问题 他跟他妻子一样 哦 都是免疫力出的问题 那么 这个 啊 这个阶段呢 就有牧师带领他们 鼓励他们 因为那些耶稣 我们为你祷告 他们真的是 经历了 祷告的能力 他们真的是他们免疫力得到医治 所以他们就决定信耶稣 那这个先生呢 哦 当他去教会的时候 还没有 还没有 真正的 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他整天躲在那个主主席后面 哦 主主席是小孩子去的嘛 OK 他躲在那边 听主主席老师讲故事 去了几个月 他不敢来到这个 成人的区域 他不敢不敢见人了 哦 他很惧怕 然后 我在这个主主席那边 然后搞不好 这个主主席老师呢 都不敢跟大人讲话 跟小孩子讲话 而且还去了几个月 就是当这个太太的那个 他的先生呢 经历了等到医治过后 他们的领域翻庭过来 哦 他们决定信耶稣 所以牧师就拿麦给他的先生说 弟兄 弟兄 你相信 耶稣为你的罪 而死 为你的罪 而复活吗 你是要他这样回答吗 我相信 哦 哦 相信就相信 相信就相信 做嘛 对他来说 不是这样简单 不是他要喊这样大神 是他经历了神的恩惠 他里面完全改变过来 他积极起来 我相信 有能力起来 他真的是经历上帝的遗志 所以整个人整坐起来 本来是躲在主日节的 现在跑到成人聚会 所以当一个人经历上帝恩惠的时候 他整坐起来 有能力起来 所以弟兄姐妹 患难常常使我们软弱 常使我们惧怕 我们要用神的眼光 来看问题 当我们看不懂的时候 就直接来到上帝面前 直接祷告就对了 哦 可能你什么都不懂 没有什么都不懂 不过你 只要抓住一个原则 上帝 我一直要来到你面前 我求告你 你帮助我 让我的内心里面 经历你的恩惠 让我再次挣坐起来 有能力起来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是我们患难中 随时的依靠 我们的依靠来的 在乱难中 他没有放弃你 他说你坦然不惧的 来到人面前 我要私恩你 我要充满你 做你随时的帮助 让你再次站立起来 有能力起来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活着有盼望 我们有能力的 困难 黑暗的权势 不能胜过我们 耶稣也能同在 Amen 好 我们一起站起来